大火頂著大太陽在沙灘上檢食廢棄物 台灣睡光訊科技集團連續第二年 號召上百位員工 一起響應郵金週刊發起的 環海行動1095淨灘計畫 今年選在清水9號風車附近舉辦 還有員工特地帶著小朋友 一起來淨灘 我撿了塑膠跟針筒 感覺很有趣 因為可以做環保跟愛護地球 撿到繩子淨灘可以保護海洋 那麼美麗的沙灘被污染 很可惜把它淨一淨 給下一代更好 短短一個上午就清出670公斤的海洋廢棄物 其中這重達上百公斤的廢棄履帶 就需要靠數十位員工合力搬運 花了快半個小時的時間 才總算清運出來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遠的路程 而且這個輪胎真的很重 清除這些大的垃圾 造福一下環境整潔 不會讓這些垃圾污染我們的海洋 大家能夠在淨灘環海的過程當中 學習會對這個地球 對你家鄉的愛護 那我覺得這是今天活動 最有意義的地方 環海行動1095是一項三菱計畫 今年已經邁入第二年 主要是號召政府與企業一起投入淨灘 其中減食而來的廢棄寶特瓶 還能夠重新製作成藍白托 達到廢物再利用 而台書客集團也期盼 透過實際行動 喚起民眾對海洋環境保護的重視 像我們去年一年 透過我們邀請的朋友企業一起合作 做了五場淨灘 我們撿到九千三百七十五個寶特瓶 做了兩千多雙的這個藍白托 那支持一個 新環經濟最好的體現 我今天非常感動 也非常感謝我們這個台書客集團 能夠號召這麼多的朋友 我們一起來做這個人類最大的自救行動 台書客跟金周刊發動這三年的1095 希望起帶頭的作用 讓所有的企業都能夠跟著一起來做 台灣是海洋國家 維護海洋生態需要更多力量 因此台書客集團也希望 未來有更多企業夥伴 一起投入淨灘的行列 為地球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藉由陳柏翰台中採訪報導